那今天我们来看他乐华的50寸夜景电视 客户反应的是他二子玩球的时候 然后撞到电视机屏幕上去了 然后电视机就会一闪一闪的 他发个视频给我看一下 我看了他应该是背馆的问题 后面我给他报价了 他不听我 他自己在网上买一个电源版吧 然后换上换上的话呢 屏幕是不闪了 但是现在整个屏 就是整个显示就会很暗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那么就是这台夜景电视了 我们开机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看到 亮 屏幕亮 他就是亮了 可是非常暗 就是屏幕亮度不够 就是不够亮 但是我看上去的话呢 这个肯定跟 这个屏幕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屏幕正常显示的很好 但是背光就是很暗了 然后我现在怀疑 是不是里面的灯有问题了 我们现在把里面的灯拆出来 看一下才知道 好 现在我们拆出来 来大家看一下 它亮了 它肯定是亮了 但是这里 这个灯珠 还有这个灯珠 它就不亮了 之前是这边闪闪的 但是 它换了这个 它换了电源版 然后 它就亮了 但是就亮成这样子 它的亮度不够了 那我们现在换上这两条 看一下 它的亮度回不回来 现在的这个 背光还是不是那么亮 有可能是这个电源板 还是有点问题 因为 之前的电源板是亮的 亮度是够的 但是它换了这个电源板 又不行了 现在我换 等竹换上去了 也不行 还是那么暗 那只能叫它把原来的电源板 拿过来吧 好 这个板子的话呢 我就叫它买原装板过来了 因为这个板 这个型板 它电流确实不够啊 不知道为什么 亮度不够 然后这个旧板拿过来了 现在我已经装上去了 看一下 嗯 我们开机看一下 透过这个背光去看明显亮了很多 大家有没有看到 确实亮了很多 现在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亮度就可以了 那说明还是那块新版不行啊 本来灯条有问题 拿这个板上它是很闪的 它就一闪一闪的 然后它就不知道换 灯条 它就把那个板子换过来了 换过来了 那个灯是不闪的 但是它的亮度是不够的 原本是灯条不行的 然后它就换那个电源板 那怎么行 而且它自己买的话呢 又买到一个不好的电源 还没有解决 然后到后面它又拿到我这边来过 那都浪费一块电源板嘛 所以很多东西知道了 就知道 不知道的话呢 就不要乱花钱了 因为这种钱都是烟碗的钱了 所以 你还是找专业的人来修吧 像我这样子 我们随便换条灯条 那它 那个故障就会解决了嘛 好了 这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